最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现在孩子也渐渐长大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孩子现在会很贴心吗 超级贴心的 我现在的眼泪都被他们逼出来的 因为感动 像去年 去年就是我被那个报道 然后下面有人写那些有的没的 气到两天都起不了床的那些 隔一天 第三天我开车送孩子上学 那其实我可能还是很 心情是沮丧的 我应该是谎神的在开车 就是很low嘛心情 我儿子就把我的那个iPhone的线 手机的线插他的那个手机 他就播了一首歌给我听 我不离开 你们知道这首歌吗 他这首歌的歌词 从头到尾我听 我那个眼泪忍不住的 这是从我身体里面一直翻腾出来 一直翻腾出来 他要让我知道他不会离开我 他一直在鼓励我那个歌词 他会陪着我 然后还有一次是去年 去年是我的第一个单身母亲节 那那一天我睡到快中午才起床 然后我就看我的手机 有人take我 我就想我儿子好难得 他take我的名字 我就去看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影片 那个影片我大概花了一整天时间 我看不完 因为我一直在哭 听说我儿子在母亲节的前两个礼拜 就开始打电话给我所有的好朋友 跟讯息给我所有的好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 拜托他们每个人拍一段祝福我的影片 50几个 50几个 对 他胆子很大 他连桃子姐他都去拜托 然后李仁哥也拜托 就是不管你是谁 他只觉得你是一个很爱我妈妈的朋友 阿姨就是全部都 而且他胆子更大 是他竟然要我妈妈也录一段给我 你知道录妈妈是 一直憋不敢哭泣啊 你辛苦了 妈妈知道你很棒 你知道那个影片你怎么看得完 50几个 看到第50几个最后一个的时候 是他蒙面 他说老妈 三点多了 我不敢开灯 我在剪接这个影片 我知道你一定会一直哭 什么之类的 在讲 他说好了 母亲节快乐 哇 你好棒 一直每一个影片 每一个朋友都说你好棒 你好勇敢 你 我们很爱你 你一定要幸福快乐 这样 哎哟 你说妈妈再苦再累哦 儿女的贴心 够了 真的 你都会忘记那个过程的辛苦 对不对 对 哎